台铁公司化条例劳资双方争议 未解台铁公会发起了端午节不加班的运动 目前有超过九成司机员参与联署 不过因为交通部释出善意 公会考虑备而不用 立委刘昭豪要求交通部做好最坏的打算 提早规划配套措施 并且优先考量东部地区的运输 台铁公会五一劳动节发起依法休假的不加班运动 抗议交通部台铁局推动公司化改革过程 漠视基层新生 交通部紧急推出类火车接驳因应 不过危机才落幕不久 公会又再度发起端午节不加班 目前已经有超过九成的司机员参与联署 立委的正好要求交通部及早规划配套措施 保障东部运输量能 就真的没有办法一定要另辩措施的时候 那至少要在花莲部分如果接驳 会有比较多的运量到花莲的时候 会把人接了回来台东 他有所谓直达 也有在花莲的区间跟台北花莲的区间 跟花莲跟台东之间的区间的车辆在运作 台铁18号举行公司化劳资协少会议 聚焦安全资产员工权益等四大议题 虽然双方还未达成共识 但有鉴于交通部释出善意 其已经有初步进展 台铁公会25号将开会讨论 动物节不加班的计划是否备而不用 台铁公司化争议一天未解 列车停时戏码恐怕将不定时上演 至于下周即将到来的端午廉价 可预期返乡旅客将会比劳动节大幅增加 劳资双方协商结果将直接影响运输状况 是好是坏 记者大会台东市报道